秘密情報團 欢迎光臨J先生的基地 这里有很多 不能说的秘密哦 2007年 不能说的秘密 是近年台湾电影 亮丽复苏的开端 周杰伦自编 自导 自演 看似小品的学生爱情电影 却有让人惊艳的深度内涵 不但在两岸三地 创下高票房 穿越时空的题材 流畅的拍摄手法 更引起罕见的热烈讨论 跟回响 不过呢 要拜访秘密场景之前 一定要先来这个地方 这间位于北一校区的餐厅 不只展示电影道具的照片 有着穿着剧中制服的waiter 还有这座因电影而得的金马奖座 更是在橱窗 骄傲地展示周董辉煌的荣光 而且menu上筑记的餐点 都是他的最爱哦 想要更接近小天王 就要先了解他的胃 在我实际品尝之后呢 哎哟 不错哦 真的很屌哦 牛排是我最爱吃的 那个叉子叉下去 刀子切下去那个感觉 我就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牛排好不好吃了 牛肉真的好嫩哦 除了它嫩之外 它的火候控制得也非常好 里头的啊 里头牛排的肉汁啊 完全保留在里面 配上它的这个酱 我告诉你 好吃 这里不只卖电影气氛 也很讲究真材实料的美味口感 所以不只年轻人爱 三代同堂的客人也坐满满哦 还不错啊 蛮舒服的 对 然后气氛还不错 好酱哦 那你觉得呢 他很忙 牛仔很忙吗 你会不会讲不用麻烦呢 没有啊 因为男朋友喜欢周杰伦 对 男朋友喜欢周杰伦 真的啊 不错啊 你的男朋友为什么没来 就是带朋友来这样 因为很好吃 这部电影有看过吗 有 看过两遍 那你觉得最好看的地方是什么 应该就是他弹钢琴的时候吧 帅 帅 而不能说的秘密主要场景几乎都在淡水 所以待会我就要坐上台湾第一条通车的捷运 淡水线 轻轻松松欣赏沿途优美的风光 往小天王的母校前进咯 听说跟电影剧情一样 我在学校第一眼看到的人 就是今天要跟我旅行的同伴 会是谁呢 那准备要张开眼睛咯 一 二 三 你靠得不咬 怎么是你啊 什么 怎么是我 怎么是你 不是啊 大家好 嘿嘿嘿 不是啊 虽然我没有拍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我在这边曾经拍过一个 算是也是很大的一个超级剧作 最少卖了差不多六万多块 对… 六万多 三天就下档 什么对 叫做这个神探两个半 真的 场景就在这里 我今天有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我帮你联络好人了 没有他就真的 这部电影就没有办法完成 而且他也有演这部电影 如果大家对他很熟悉 我一讲出来大家就会吓一跳 这个人叫做 陈主任 陈主任是谁啊 你不知道吗 那陈主任 听说当初他们要拍这个 不能说的秘密 是先找你的 有一次 我好像是他的经纪公司 打来说 接纹说要来 要回来学校看一看 走一走 我们先在外面的校会馆 先接待头 那就在那边他就告诉我 就告诉我说他正式来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他来拍一个电影 我就问他说 那真的啊 那这样你要拍的电影是什么名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能说的秘密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样那我不要问好了 好 你既然不能说 那我不要说 不能说的秘密 对 不能说 老师不是啊 那个名字叫做不能说的秘密 每一个场景你都知道吧 对 每一个场景都知道吧 很了解 先带我们去看那个 神探两个伴第一幕的那个场景 好 没有啦 不能说秘密 好 来啦 去看一下 对 电影第一幕 就从象征淡江中学精神堡垒的八角塔展开 百年历史的淡江中学 因为于古籍园区 优美的景色成了台湾少数开放游览的观光校园 每个角落几乎都是剧中场景 书音下问气喘是什么病的可爱剧情 通往教室的回廊 有主角两小无才的浪漫影响 这棵大树更有小轮抱一堆苹果 要帮小雨治病的很多桥段 而且在参观的过程中 我们还听到很多杰伦的小秘密哦 我记得我的印象有一次 要上课之前 然后我要走进教室 那听他在那边弹琴 那时候班上然后再叫拱他在那边弹琴 然后他就弹了很多的一些即兴的曲子 是 那我就故意就站在外面听 然后让他弹完了之后我再进去 然后真的是你可以听到 发现他说那个时候 他就有很多那个钢琴上的才能 主任那时候就想说 那就好好在旁边观察 因为刚好也可以稍微省半小时教课嘛 嘿嘿嘿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老师是叫音乐欣赏嘛 所以他自己习惯也在旁边欣赏 他自己习惯欣赏音乐 是不是也欣赏 原来 戏里面有一个场景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旧琴房 旧琴房 旧琴房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都没看到 其实那个戏里面那个是 他在另外搭的一个场景 对 但是戏里面说什么 他毕业之后 旧琴房就要打掉 但是这个是确实的 是真的这个 是真的有这个旧琴房 真的 真的 只是他把这个故事再重新 他把故事重新 等于说他是怀念以前的那一段时光 对 因为他毕业之后旧琴房 他每天在练琴的地方被打掉 对 他把它放进剧情里面 就是这叫真人真事搬上一幕 今天人对学校的感情非常重 那曾经有时候曾经自己跑回来 就自己安静的坐在那个池塘边 是 然后我就看一看之后 那发现有很多学生 发现到他了 然后他就赶快 看车子开了就好 又走 又走 所以那常常会有时候 偶尔会回来 看一下 会不会是 经过来上个洗手间之类的 然后想说 对 就尿完就走不好意思 坐一下这样子 你跟杰伦这么熟 你打电话问他一下 问他一下是不是 对 问他一下 看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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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说您摸了号码就空了 从主任的话 可以感觉到杰伦温暖的一面 而旁边就是重要的教室场景 幕后的小秘密还不止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些木头 所以木头当时他们在弄的时候 然后就有在跟我说 他说将来他会在这边做 因为一般教室都是只有墙面 只有一个墙面 我也在外面在 你看 哇 这整排都是 整排都是 整排都是 全部都是那时候拍戏做的 为了说留下来 能够保存久一点 他还多 自己来多花钱 去把那个木头 弄好的木头 然后让它更久远一点 杰伦也是一个蛮念旧的人 他会把这些东西这样子 不是这一面 连这一面都是 都是 一直连 而且还一直打 整个打到淡水老街 全部都装 这杰伦真的是 你也太夸张了 没有 没有那么多 没有到那边去的 没想到酷酷的杰伦 这么细心吧 而且打掉旧情房 盖新大楼的时候 杰伦也没缺席 听说当初他很低调 主动汇钱过来 连根本都没向他募捐的学校 也吓了一跳 而为了感谢这位杰出校友 就把杰伦历年专辑放在奉献墙上 所以粉丝们 偶像也是有示范作用的 要多学学周董这种 为善不遇人知的风范 上面还有到签名 而且抛砖引玉 让我现在也有一个感动 来 我觉得我应该要对我的母校 是 水利润方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做出一些贡献 打算怎么做咧 跟你们有奉献墙的动作 常常一个砖头都是一两百万在捐 真的吗 我懂我懂我懂 好 那维善不遇人知 空间盖空间墙 好不好 就这样跳了 好 谢谢 诺哥 这点你就要跟周董学学啦 不过不知道学弟妹 是怎么看待这位学长的呢 你啦 问我而已 问你啊 你头发吹半天 不问你 要问谁 抓得比我还学 对不对 要在脚头上对吧 对啊 老师跟你讲话要站起来啊 至少我年纪比你大啊 你要有礼貌要站起来 尊重长辈啦 这么高怎么坐下啊 坐下啦 好 没有啦 站起来 同学很可爱 你说一下啦 你觉得对周杰伦这位学长的 感觉怎么样 很厉害 很厉害啊 很帅 很帅 还有呢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你想做蝙蝠车吗 我不想 不想 那你想要拍广告当悟空妹吗 喂 不要问这个 我们问一些好的 好 好 好 对对对 因为他在电影上啊 工作上还有成就 对 没有啦 开玩笑 同学麻烦你站 阿里有他 他长得好像桂倫美喔 有吗 来来来 来 请记起立 站起来 我们看看 有没有人这样说 你长得很像桂倫美 对 那是没有 对 但是他长得还蛮可爱的啊 你比较喜欢他哪一个东西 他唱歌 唱歌是不是 那他的 对 唱一首来听啊 不能说的蜜蜜 这你们学校的光荣 这个节目一播出 全世界人都在看 唱什么 唱什么 不能说蜜蜜 我刚讲法文嘛 你刚刚 叫什么名字 他们都叫我巴杜 巴杜 对 你说把爱渐渐放下回忆 我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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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已错过的时间 你有你的尘尖 阻止我说再见 想笑你在身边 才完全失去 动人旋律 细腻铺陈 优美情境 是不能说的秘密成功的因素之一 跟着杰伦的歌声 我们来到毕业典礼的礼堂 这里可是电影剧情大转折 小宇最后一次穿越时空 来看小伦的重要场景哦 这个感觉 杰伦当时在影殿里面弹的 就是这一台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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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哎哟 哎哟 灵感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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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错会偷情 大师级的 来 来 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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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哟 杰伦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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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来 请大家请 看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哎哟 哎哟 在这里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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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不要这样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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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的照片 哎哟 你看看 那时候很帅 现在看到应该不好意思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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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M 字头 哎哟 以前我们都是留这种发型的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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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郭富城 但我一定要说一下 怎么了 虽然这是他的高中毕业纪念册 但是我还真的看过 他的国中毕业纪念册 真的吗 精华国中 哦 精华国中 他跟我同校的 真的哦 我看过他的毕业纪念册 哎哟 那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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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远哦 哎哟 我跟你说 我还看过他国小毕业纪念册 哎哟 哪一间国小啊 哪一间国小 嗯 哪一间啊 哎 我不知道啦 哎 我们很幼稚耶 有什么好比的啦 不过拍摄的当天 刚好遇到学校的毕业典礼 这也让我想到电影Ending 毕业照 他们互相整理仪容的那一段 哎哟 先生这样可以吗 对啊 小姐 你的指示的声音是吗 哎 不是啦 你帮我按摩 我还帮他整理头发 不是啦 互相啦 哦 帮你看一下 混在同学里面拍了毕业照 真的有回到18岁的感觉哦 除了杰伦的母校 还有一个地方询问度也很高 就是小雨家的天台 可惜啊 那里是四人民宅 如果你想感受电影情境 旁边的小白宫 一样有俯瞰淡水和波光灵灵 相似度很高的优美景观哦 而在这一大片古迹园区中 我还要推荐八月开放的 一滴水纪念馆 这是日本民众送给台湾一栋 经历板神大地震 而无损坏的民宅 不用一根钉子在淡水重建 背后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故事 都等你亲自来看一看 不过走着走着 在附近我又发现了一个地方 前面那个地方呢 就是戴子跟小株相遇的转角啦 而且在我身后的这一间餐厅呢 它也有很多偶像剧在这里取景哦 进来看看就知道啦 熟悉的画面很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吧 这个被绿树环绕的咖啡馆 拍过很多偶像剧跟MV 清幽的环境也是新人拍婚纱的好地方 而且这里的服务生 还会在桌边帮你泡咖啡 很特别吧 还有这个明信片也是免费提供 让你可以写下旅游心情帮你寄送哦 我现在要写的明信片内容啊 就是我想要写给欣怡 因为欣怡上次陪我去台中玩 然后呢 一方面是想谢谢她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觉得 也想要推荐给她就是 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希望她下次也可以来 在这样的环境喝咖啡 写心情真是一大享受 寄出我的问候 希望欣怡早日收到了 不过想想这No哥又跑去哪里了 请问一下 怎么事啊 怎么事 你干什么 你在这边干嘛 你在这边干什么 你刚刚跑去哪里 我想说你奇怪 我看不到你 你躲在里面干嘛 我当你的马前竹 我去帮你那个明察暗房 找到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秘密的地方 很秘密 很秘密 超级秘密 给你看一个图 你就知道有多秘密 请看 周杰伦套餐 厉害了吧 真的很厉害耶 说到淡水老街上 可以红到国外的美食 就是杰伦最爱吃的这家 35年的老店 他有多爱 听老板娘讲 就知道了 老板娘 你跟她说 你跟杰伦认识多久了 我很小 大概五岁 我六八岁了 五岁 他五岁你就认识他了 他五岁 他五岁耶 还在幼稚园耶 是喔 嚇我一跳 我以为是周妈妈 你哪里是在意 他爸爸把他带来吃 吃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鸡腿 吃一只鸡腿 一个馄饨 一碗馄饨 他不用吃黄便吃米 没有 有时候吃两碗馄饨 有时候要吃两碗馄饨 有时候要吃八支鸡腿 没有啦 一支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 他每次来都是吃同样的东西 所以你们就把它定为周杰伦套餐 所以很多饮名 来吃的时候就说 我要点准备一轮套餐 有吗 有喔 在吃美国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日本 大陆 印尼有来吗 泰国 泰国也有 日本有来 亚洲小天王的魅力 真的无法挡 各国的粉丝 都想吃的料理 快点尝尝看 可是一般很少看 鸡腿上面会放这个 配一下它 让它口爽很高 口感更清爽 这样吃得清爽吗 对啊 对啊 来 看看没有吃 现在要净几次这样煎吗 一个小时 这一定要吃吃看 肉哥这样就比较秀气一点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香喔 还蛮特别的 而且真的很入味 而且它里面有的鸡腿 它弄得比较干 可是这不会 它吃起来它的肉汁很饱满 最重要的是 烤过了之后 那个皮 吃起来会有那种 胶脂黏黏的感觉吧 多脆一点 真的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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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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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岁就知道它手法好香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它有名 你当时知道 有一件我去军高华 人家跟他问 问说 最后的 我说 不是人 不 我在这些人 拿照片我看 我說 不是啦 你会去做 店里面吃 就像是第一个人过去烤鸡 小弟啊 那叫做改名叫做最后的 最后的 全聘来打他 常常叫您给您说 他 很正常来打他 有秘密 不能說 然後就 這個淡江中水 我們就經常 他就叫我送他去 我說要請他 都沒有 都要堅持付錢 沒有啦 他等那麼多了 不要請 對… 不要請 不要請 意思就是說 因為老闆娘 這個也是對不對 小粉經營嘛 對啦 對啦 很開心要請他 就不給你請 這樣喔 不然你請問就好了嗎 對 我們跟老闆請問 對啦 老闆來也要請 對啦 對啦 好嗎 來… 老闆吃吃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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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喔 我覺得他的肉很香耶 對 你這個肉 都散的 沒筆的 這就是一點鹽鹽 還有鹹粉 通緣味 主要是他內餡醃漬的那個 只是用一點鹽巴 去提他的味道 主要他是皺的這個甜 本身的甜度 你等於素放出那個甜度 對 而且他的肉 這個包餛飩的肉 聽說都是每天最新鮮的豬肉 難怪傑倫會這麼想來這樣子 然後他最近一次來是什麼時候 過年啊 過年他帶到老闆 帶到老闆 沒有 我今天 引擎暴動 暴動這樣喔 他吃完周傑倫套餐 一個餛飩還有一個一間店 不可以八萬五 因為一天就營業了這樣 沒有… 但是說真的啦 來到淡水老街一定要來吃吃傑倫套餐 真的…要品嘗看看 順便問老闆娘 搞不好他還可以講更多傑倫的秘密 對啊 可愛的老闆娘在那邊等你 對嗎 來… 好吃耶 除了跟老闆聊天 吃完正餐 你還可以再來碗招牌的荔枝桂花冰 炎炎夏日保證暑氣全消透心涼 不過自稱對淡水很熟的NO哥 又要帶我去哪逛呢 它的偶像團體在這邊 偶像團體在這裡 對 就是一個偶像團體在這裡 開了一個潮流的店 YO… 這裡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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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是曹哥 這是偶像團體 沒力不差 這個… 你知道嗎 這裡白頭 我開了潮流的店 好 走 李秉慧大哥這家店 在淡水老街也是名氣響亮 可惜拍攝當天他剛好不在 不過沒關係啦 坐下來休息 按摩一下也很棒喔 你不是說是潮電嗎 對 潮電 就是你按完之後就會覺得 潮電 就是尖叫聲會此起彼落 其實不會啦 正常的腳底按摩是對身體很好 對不對 很健康啦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比較小 對 比較小 對 那裡是 哪裡 這邊喔 那裡是狗彎 所以我是說沒感覺嗎 對啊 你剛剛講 意思 大家意思就是他那邊會有一些問題 要注意就對了 一邊是這彎 NO哥 看來你身體不太好喔 那你慢慢按好了 我再出去逛逛喔 走到老街另一邊的河堤 這裡是小倫跟小雨 吃冰淇淋彈心的地方 也是情侶最愛來 看著遠處出海口 漸漸西下的夕陽 感受無與倫比的浪漫 而且旁邊這家餐廳 也是偶像劇 就想賴著你的拍攝場景喔 充滿異國風情的環境 餐點一定很特別 NO哥 不好意思啦 你就繼續按再等一下囉 好香耶 這個烤雞翅用的香料非常特別 是墨西哥的某一種香料 但吃起來真的很特別 它其實聞起來會有一點點自然的感覺 但其實吃起來又不像 這樣好好吃喔 吃起來很好吃耶 雞肉又好嫩 然後皮烤得很…炸得很酥 我…比一下我的臉 跟我臉一樣大的麵包 挖下去也要連它的麵包一起挖 然後裡面是… 南瓜湯 裡面除了它料多之外 它吸飽了湯汁的這個麵包 等一下我挖出來給你們看 你看…這些都是喔 麵包喔 它南瓜非常的濃郁之外 它其實很滑順 然後配上那個奶泡 它讓口感變得很溫潤的感覺 好香喔 好吃 這個 以為它是香腸是不是 但我告訴你它特別的地方 它是用羊腸來做的羊腸 咀嚼起來 感覺它特別的有彈性 這個羊腸裡面灌的肉是肥瘦的 都有的 分佈得很均勻 所以吃起來不會太膩 口感也很好 味道也很棒 吃到這些道地的異國料理 讓我想起以前 跑過許多國家的感覺 而且這裡真的很適合聚會談天 因為一覽無遺的淡水河 景觀超棒 尤其戶外的座位 除了限時還要排隊 不過悠閒的邊吃邊看 想打包給NO哥的料理 也被我客光了 沒關係啦 聽說在按摩店對面 有家冰店很讚 走 去看看吧 芒果冰 這麼多的芒果 看到了沒有 這個冰 他們的冰上面還淋上 他們特製的芒果醬 芒果好甜喔 剛好熟的那個熟度是 吃下去是最… 味道最棒最香的時候 那種微酸的感覺 然後那芒果的香 超愛芒果 我看NO哥差不多也按了 快結束了 我等一下再買個特別的東西 上去讓他品嘗一下 先讓我把這個吃完 NO哥… 按完了 這麼快 來… 我先… 這是什麼東西 先拿著… 爆漿芒果凍 爆漿芒果凍 對 然後你把它挖下去之後 你看它就這樣整個散開來 你看 有沒有 它那個芒果 它那個芒果醬的那個味道 會好像布丁 又好像奶酪 烏龍茶凍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差不多意思 咖啡凍烏龍茶凍 但是它用水果 用芒果 然後讓你吃到那個芒果的香甜 好厲害喔 好吃喔 很多遊客到淡水 除了看風景 吃美食 騎小折也是很重要的選項 說到腳踏車 你一定不會忘記 不能說的秘密裡面 帶著小輪東奔西跑的那一台 尤其有一幕 他送小雨回家的那條步道 更讓大家驚為天人 場景呢 就在三隻石門交界的 林山鼻目站道 這條單車步道從淺水灣開始 騎在海岸邊聽著浪濤聲 保證很過癮 而且起點淺水灣也是很多偶像劇的拍攝場景喔 遇到愛嘛 遇到愛 轉角遇到愛 對啊 還有杰倫那個電影不能說咪咪 也在這裡也有取景 對 他也是從淡水一下子就騎到石門 很快喔 很厲害 他們轉場速度超快的 這邊其實滿多戲都在這裡拍的 對啊 還有一部滿有名的 還有哪一部 就是有一位政治人物主演的 政治人物主演的電影 他就因為跟人家打賭 然後他賭輸了 所以他那個橋段就是要拉到這裡出外景 然後要跳海這樣 王世堅呢就是在距離這片海單 50公尺遠的地方跳海 而這邊的海水間 杜一谷這邊的地名一樣是個淺水灣 不到20分鐘王世堅就完成跳海 並且上岸 還真的有這場戲啊 新聞啦 不過跳海真的很危險 大家不要學喔 在這麼美的海邊 還是來騎單車就好 你說什麼再說一次 騎腳踏車啊 騎腳踏車 對啊 我們兩個啊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年紀都大了 對啊 這時候在騎腳踏車 是啦 感覺有點 好吧 看在NO哥年紀大的份上 就不要騎車了 聽說旁邊有個重型機車的休息站 去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搭便車吧 淡水到三芝石門沿岸 還有很多咖啡館 其中這家 因為老闆王姐也是重機的愛好者 所以總會有很多的車友 在這裡休息聚會 別看王姐Rocker的打扮 店裡的招牌咖啡 萃取最精華的原味 還有很多招牌闖衣料理 可是連吃遍四方的NO哥都說讚的喔 好豐盛喔 我很久沒有出這種 這麼豐盛這個食物的外景了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重型車友 所設計的比較豪邁的名字叫做 菜肉我都要 這叫給我一盤菜 這是肉 給我一盤菜 給我一盤肉 這是沙拉棒 沙拉棒 對 就沙拉棒 生菜你來包多肉 生菜包肉 滿特別的 來 一般只有吃蝦鬆才會有這種 我看這是什麼醬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特調的醬喔 好吃嗎 滿健的喔 這個正點 雞肉很多雞 對 你真的看 好嫩喔 你看 你看這雞肉吃下去裹麵 厲害耶 這樣設計好棒喔 而且配著這個菜質 我又發現了一個好地方 對啊 它這樣咬下去的口感 感覺外面的蔬菜 那一定要集中 沒有其中脆的感覺 台灣有喔 因為你在這邊吃東西 可以看外面的 其實外面很多遊客在走動 下次 下次很早點來 好不好 漂亮 我還嘗嘗它的樂盤 它的感覺好入味的感覺 對 好香喔 這邊先豬肉排 它喔 因為光味的烤肉 這條豬肉排喔 我花了18萬 去買一台機器來烤肉 因為呢 我們的肉質要把它外面 順便鎖住 然後裡面的肉質 才會飽在裡面滾 這樣外皮脆 對 然後內肉好像是嫩的 肉很嫩的 而且很入味的感覺 剛剛我沒沾醬 我直接吃啊 其實咬下去 那個肉汁非常的飽滿 而且吃起來 口感很棒很嫩 而且很多汁 真的很好吃 把它吃完再抓 什麼 我們還要趕去別的地方 對喔 我們剛剛說 我們不騎腳踏車 你說有重機車 對啦 我就是說這裡啊 我剛剛有看到 這裡有一台很棒的車耶 對啊,這很棒耶 對啊,這很... 既然我們都來到這裡 你可以把這一台騎出來 載我們 你看,你有沒有車友 警察載我們一船 對啊 有沒有,可不可以搭便車 我今天剛好來了幾位朋友 真的嗎 對 那我們出去拜訪他們一下 這個是哈雷總代理的陶經理 真的嗎 他叫他陶老大 陶老大 陶老大 你要拜託人家的事情 對不對 對,你至少要...對不對 你不能兩串交嘛 要有伴手禮 不好意思 還是你做人最公道 喂 你說... 你不是要帶這好一家耶 我們要拜託人家 因為王姐的好朋友 他應該每天都吃了吧 也是啊 對,他應該每天都吃了 可是我們要麻煩人家 麻煩人家 對 沒有啦 沒有,開玩笑 不用啦,他們應該很熱心幫忙的 真的嗎 都有車停在這嘛 對 可以帶我們看一下嗎 那... 介紹一下 你的車超酷的 2011年的喔 2011年的喔 我的天啊 目前哈雷最大台的 最大台的 對 好酷喔 然後這... 這台還滿可愛的 這就是彩繪 真的比較個性化的 自己設計的 真的喔 讓自己設計自己去做的 這是誰的車 對 王姐的啊 有車嗎 沒有他呢 粉紅色啊,女孩子 沒有,女生啊 這很可愛啊 而且你的自身打扮 這個顏色多搭啊 對,OK 這台也是嗎 對 這台台灣現在量比較少的車 真的嗎 殺雲頭 對,載我們一下 可是人家國外這個都載辣妹 委屈一下 載我們兩頭辣肉 OK嗎 好 委屈一下好不好 好,好啦,麻煩你們了 好,來 委屈你啦 剛剛都是帶女生嘛 我...這個聲音 出發啦 好,快速 來 快速 離開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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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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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就到我們下一站囉 正點 帥 帥 我沒想到騎中記這麼帥耶 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我剛剛沿途的時候 至少有差不多 那麼大家趕快來記名信片來 對… 我們會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我們今天把這一台呢 這送給你 這送給他了 有這個嗎 沒有這個 沒有這麼高 先喝一杯咖啡啦 不要亂說啦 對…去王姐那裡喝咖啡 對… 對 一定要到王姐那裡來看看 看看欣賞這些重型機車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你們喔 謝謝你們 謝謝 來… 來到居高林下的台電風力發電廠 又有哪些戲在這裡拍過呢 擋過都是這樣嗎 對… 對啊 你趕快喝一口嘛 這是你第一次這樣面對擋我耶 好開心喔 對啊 拜託你嘛 再擋一次擋我好不好 哪怕是一分鐘 四秒鐘也好啊 好不好 準備囉 一二三 擋我 我們都在一起 在一起 擋我 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風車這邊 來到風車這邊 因為不能說的秘密裡面 也有是不是 也有風車 可是不是在這裡啦 他們那個是在桃園觀音鄉那邊的風車 對 他們跑太遠了 這邊比較近 我們來這邊就好了 因為我們在北海岸這附近 這裡我還是第一次來耶 你真的第一次來 以前我們都沿著海邊這樣經過而已 對 以為是管制區 怎麼可能會上來 結果發現他們這裡還規劃滿好 還有步道 我們現在來這邊逛完了 你是 待會兒那個重… 重機已經走了啊 走了喔 對啊 我們還要趕回去 你剛剛沒有叫他們等一下嗎 沒有喔 我們剛剛不是就跟他們拜拜 他們就走了 就走了喔 我們要趕回淡水怎麼辦 你看吧 每次都遇到這種事情 你又是… 好吧… 事到如今對不對 為了我們這個拍攝進度順利 對 我只好再發工一次 打…打好我的肩 準備囉 打好 小心喔 來… 一二三 農哥怎麼樣 到了嗎 我跟你說有沒有 後面是海的嗎 淡水 淡水啊 淡水啊 對不對 可是我怎麼記得淡水 不是淡水河嗎 對 它河有這麼寬嗎 淡水河好像是耶 可能拓寬了啦 因為現在深隔新北市之後 跳太遠 跳到那個淡水河的出海口 太遠… 太遠了啦 我們最近公立真厚很多啊 太厲害了 這個你看 剛剛從風車那裡你看 你看那麼遠的地方 跳到這裡來 你看多厲害 等一下… 就在那裡而已耶 風車就在那裡耶 對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 還沒啦 這裡是哪裡啊 有什麼 有沒有看到那一棟建築物 那是什麼 不是啦 不是啦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偶像劇的主場景啊 你說的是那個啦 炒飯的那一部啦 你好噁心喔 不是啦 蛋炒飯啦 有一部這種… 有啦 就在那邊不姓 我現在又要看一面像 走…我們去看一下 走…我們去看一下 要不要跳嗎 當然…不可能就是 對啊 這麼近 用走的就好 來… 大東主演的 翻滾吧蛋炒飯 米其林的炒飯 就是在這家店啦 我想大家一定以為 炒飯是這裡的招牌 招牌菜很多 而且幕後定有實情喔 來… 這是什麼… 來… 要吃吃看這個 德國豬腳耶 不錯耶 還滿香的耶 它的豬腳是有嚼勁的那一種 也有嚼勁 它的皮很Q 有先煙燻過 不錯… 越嚼可以嚼出它肉的甜味 真的喔 這個也很特別 對…這個叫做水果披薩 來…我來服務… 來… 怎麼好意思這樣 NO哥… 我來服務… 輕咬一口多重享受 就是它有水蜜桃 還有番茄 有… 還有這個蘋果 還有鳳梨 還有葡萄乾 對啊 滿好吃的耶 而且很薄 也不錯耶 很好吃耶 夏天吃這個感覺很開胃 好吃 聽說這家店 只從拍了翻滾吧蛋炒飯之後 是 本來沒有賣蛋炒飯 結果大家都來要點蛋炒飯 真的嗎 只要我拍拍手它就會腦 真的嗎 蛋炒飯 你好… 你好… 你好 這是炒飯 老闆娘 來了… 謝謝 老闆娘 是不是我剛剛講的這樣 真的本來沒有賣蛋炒飯對不對 對 是人家真的有很多客人來點 說要點蛋炒飯嗎 對 我們要幫它翻滾一下嗎 翻滾一下 預備 滾吧… 滾吧 好 來 料很豐富耶 而且它很特別 還有皮蛋在裡面耶 生 瘦肉 皮蛋 也滿特別的 一般是 飯炒一炒 然後再炒飯下去 對 先把蛋跟那個飯混在一起之後 對 開下去炒 所以蛋炒會呈現金黃色 每一顆蛋都均勻的 包裹的那個蛋粒 而且它的料 放了皮蛋跟花生 增加它的口感 廚師的功力 好吃耶 好濃郁的那種水果的口感 我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情侶想要來這裡 不錯 除了有這個很美的風景之外 又有這種甜蜜的那個蛋炒飯 就是幾旅來可以一起來炒飯 對 一起 不是啦 一起來吃翻滾吧 吃炒飯 一起來再… 一起翻滾 對 不是吧 一起來吃翻滾吧 蛋炒飯 親愛的 我們可以去外面拍照了嗎 幹嘛出去拍照 外面那麼熱 裡面人那麼多 我們乾脆在這邊炒別人就好了 所以我們要找一下 這邊有一隊很特別 剛才這裡還在上樓 真的嗎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附近... 沒有往他嗎 不是啦 不是要再問嗎 不是要問這個啊 請問你們是情侶嗎 是啊 那我們在一起多久 七年 七年喔 在一起七年的 難怪啦 不會揍這麼開 七年 一般情侶都坐在一起吃飯 怎麼會讓我們變這麼親密 又不是主管跟索杰的開會 對啊 檢討好看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試圖說要坐在一起 好... 對不對 你可以坐那邊好不好 對... 對... 對嘛... 讓他感覺比較甜蜜 來... 坐在一起... 對啊 沒有坐在一起 人家怎麼知道我們在一起七年 對啊 不是你啦 不是我 是他 你也比較快 他還真的爆我耶 洞哥不要再聊天了 還是趕快炒飯給他們吃啦 不過大東的架勢也太帥了 我們學得來嗎 這個打蛋的工作 你交給我 你好厲害 好會打 單手來 開玩笑 然後接著 來 接著拌均勻對不對 拌一拌好不好 拌均勻喔 有... 這個分量很重要 如果太多蛋就太多了 如果拌不夠多啦 那蛋液太多它就會黏在一起 太濕 對 所以要拌得剛剛好 來...要拌勻了... OK 平常你們在煮飯 有... 我會 對 別的不會 這會... 這會翻梗吧 蛋早飯 好 爆香成 讓它香味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在全下好不好 對... 而且如果不知道要丟哪一個 只要問說 下一個要放什麼呢 菜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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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下去喔 沒有皮蛋 有... 皮蛋... 好特別耶 這樣... 好 下飯 下飯了 下飯了 我們剛剛那一...炒好那一鍋飯 對... 紅筋炒飯 這炒飯要炒得好吃 除了真材實料 酷子的口訣也很重要喔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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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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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先吃 你先吃 沒事了 我要再味道 要等三十分鐘嗎 不用啦 不用等了 好吃啦 不會了 怎麼樣 你先餵一口給你 對 餵一下 我吃一下 女朋友吃一下 對 阿免也要吃啊 沒有 你先吃 阿免不行 你先吃 我怕這個劑量的狗會受不了 對 怎麼樣 好不好吃 我燙什麼 好吃 希望這盤幸福蛋炒飯 可以讓他們吃了以後 恩愛萬萬年喔 位於老梅石草海岸邊 很有地中海風味的這家店 除了美食 還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往淡水方向 可以欣賞夕陽西夏 往石門 能看日出東方 不過說到夕陽 那一定要再回到淡水的 愚人碼頭喔 你可以悠閒地在河堤散步 或是搭乘觀光船 在河上欣賞夕陽西夏的余暉 入夜後 走在橋上更有浪漫的氛圍 而且來到這裡 不能錯過的最大特色 就是街頭藝人喔 不論是音樂性的表演 還是這種魔術秀 魔術喔 我最愛的喔 不錯喔 變魔術的喔 對… 不錯喔 對… 我也對魔術有一些涉獵喔 你在… 他在模板抽起來喔 看到了喔 變排 很像… 來 不然… 不然教我兩招啦 好…我教你拿喔 魔術真好玩 我也現學現賣 當場小秀一下 不過… 這魔術不能亂變給人家看喔 會出問題的喔 魔術哥 你怎麼坐在這邊啊 還在這邊喝飲料 不然我要坐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剛剛還去學了一手魔術 你看… 什麼東西 把牌變不見 包再變出來 然後呢 你就… 你就拿一支六 然後夾在手後面 然後又夾出來這樣 那就變魔術 不是嗎 沒有別招 只有學這個 蛤… 很難耶 真的嗎 對啊 這怎麼會很難 變魔術你要… 要講嘛對不對 變魔術要講嘛 看一下六喔 對… 翻過來喔 對… 好看喔 好看喔 注意看喔 對 上來 變魔術 變魔術了 三天兩天 拜託的 好不好 你看有助唱歌手耶 對啊 還有歌手在這邊表演 上啊 你不是去參加歌唱比賽嗎 對啊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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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淘汰你也能講 就是那種 分數就是這些評審老師 哪幾個評審你把名字跟我講 誰 就是 就把他看就那麼幾個評審嘛 你講出來… 等一下… 對 紫彤老師 陳紫彤老師 他真的是公正公平公開的老師 然後還有誰… 還有誰 其他的應該 深白色老師啊 這個團體這個深白色老師 真的很厲害 對不對 所有老師都這麼棒 對 所以你被淘汰是應該 不…就是那個 你比較忙 NO哥不要再虧我了啦 我是真的很喜歡唱歌 希望今天可以表現好一點囉 今天就很友台 讓他雪恥一下 對 讓我雪恥一下 對不對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是 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節目 跟著偶像 唸出來 跟著偶像去旅行 帶來這一首叫做是 吃心絕對 現場的來賓 給阿布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真的有人鼓掌耶 對 對 對 看見你和他在我面前 看見你和他在我面前 證明我的愛只是愚昧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 是你永遠不曾過的體會 在碼頭邊唱著聽著浪漫歌聲 今天的北海岸行程 淡江中學巡禮一大圈 跟老街老闆娘聊天 讓我更接近傑倫私下的一面 吃美食 喝咖啡 唱遊淡金海岸線 乘風而行的感覺 讓我過癮又看眼界 而途中巧遇香港遊客 也讓我已住在台灣 與有榮焉 我是從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 是的 我是周杰倫的歌迷 所以我來看這個 周杰倫的路線 住在這裡很美 我們下個月之後就很快結婚了 剛好經個星期我們來到台北 然後到淡水 我們都很高興 因為附近都很漂亮 今天的偶像旅行團 讓我的旅遊行囊更圓滿 也希望帶給你愉快浪漫的夜晚喔